我希望我们行这个东西 现在陈怡针对训导人员发表讲话 陈怡早在北洋政府时期 就担任过徐州警卫司令及浙江省省长等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历任军政部常务次长及代理部长等职 并担任过福建省政府主席 全面抗战爆发之年 备受于陆军中将加上将贤 后任第25集团军总司令等 日本投降后代表中国及同盟国赴台湾 接受日本总督 兼司令安腾立即的投降 陈怡向现场学员 讲到其来到台湾省的三个口号 一是荣誉心分别是非不做坏事 二是爱国心 要爱国家爱人民 三是责任心 陈怡打比方说 身为授讯人员 听从官长命令即是有责任心 最后陈怡送给现场授讯人员三句话 第一是支持 坏事不要做 第二是服从 绝对服从命令 第三是劳动 努力的工作 勉励学员在这几个月好好训练 结束后能自力更生 得到新的生命 同年10月1日 陈一携行政长官公署人员来到新竹 参加竹东铁路的开工典礼 现场包括新竹县市政府 以及地方人士 共计有数百人参加 现在新竹政府人员发表讲话 并配有闽南语附属 新竹政府人员发表讲话 现在由身为省行政长官公署 长官的陈一发表讲话 陈一来台主政后 希望把备受日本殖民经济掠夺和战争破坏 已经濒临崩溃的台湾经济恢复和发展起来 为此其还制定了五年经济建设计划 提出了五年建设的总目标 一是增加全省国民平均收入 及全省国民总所得 并提高衣食住行 越于六种水准 二是增加农工业总产量 并提高产品的质量 减轻其成本 三是增加就业人数 并增加工人减少失业 增进就业者的工作能力 典离现场还有多个学校团体参加 包括省立新竹师范学校等 典礼结束后 陈怡等参加了户外宴会 1949年初 时任浙江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陈怡反蒋起义 失败被捕 之后拒绝向蒋介石认错 最终于1950年6月18日被杀害于台北